流感高烧后 老板带我回家屋里降温 第二天一早 我和老板妈妈撞个正脸 给你五千万 离开我儿子 看待阿姨甩到我面前的支票 在工作和报复之间 我果断选择报复 和爸总贴贴 还白捡五千万 不要太划算 我实在不想请假 毕竟薪资可观 如果可以 我恨不得在公司吃住 可部门的同事们 陆陆续续感染流感后 经理也偷偷发二烧 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 带薪加班可以 带病加班 在老板椅上 全身散发着生人物进的气息 修长的手指 在办公桌上时不时敲打着 皱着眉不知在思考着什么 见我进门 他不急不慢地抬头 眼眸深邃幽暗 鼻梁高挺有形 薄唇微微张着 再配上那张有些泛红的脸 几乎和那些网红明星无异 老板 下一部电视剧没你我不看 我这人最大的爱好 就是看帅哥 尤其是这种高领之话 其实我现在烧得头晕 看人都是重影的 也依旧拦不住我那颗爱美之心 不到长城非好汉 不看帅哥真遗憾 用0.1S的速度回神 我亲了亲一位流感哑吊的嗓子 发出宛若公鸭一般的声音 沈总 我想请假 沈思年似乎也猜到我中招 扯着沙哑嗓子问我 多高 165 体重100 今年25岁 没有对象 年薪事 话说到一半 猛然闭上嘴 糟糕 我好像把之前相亲的那套说出来了 沈思年看我就像看傻子一样 缓缓吐出了一个字 6 不用上班的日子 真好啊 如果沈思年没在我身边的话 我本来想请假买个黄桃罐头 再来个面膜物理降温法 享受一下为数不多的休假时光 可他非要也去看发热门诊 说怕自己也发烧 一个人却容易听不懂医生说什么 瞧瞧这冠冕堂皇的理由 我恨不得明天就给他出一个头条 震惊 黑心老板不让员工休息 这究竟是人性的泯灭 还是道德的沦丧 距离医院的路上还很远 我拿起手机 给合作的朋友打了电话 问问家中还缺什么药 李志暖 你发烧了 朋友震惊的声音从音响传来 我才想起蓝牙开着 之前陪沈思年半夜午 连接车在音响播放过音乐 手机现在自动连接 如果我故意断开 一定显得很尴尬 我偷瞄了一眼沈思年 看他嘴角微翘 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 就知道 我一定是被他嘲笑了 对我硬着头皮回答 话还没说完一半 就被电话的那段再次制止 你在公司住吧 千万别回来啊 的 这么一说 家是万万不能回了 挂断电话 我看着车外的景色叹气 这种情况下 我哪都去不了 只能回公司找个地方躺着了 有家回不去 天选打工人 陪着沈思年拿完药后 我搭捺着脑袋 就要做出租回公司 但是却被他一把拉住 你去哪住 我面色潮红 走路有些不稳 挤了半天 才说出来回公司三个字 沈思年好看的眉毛 宁长了结 去我家 我 难不成霸道总裁爱上 我这种情况出现了 也是 我要美貌有美貌 要钱财没钱财 脑袋里闪出了一万种可能 最后还是被沈思年无情斩断 别想太多 员工死在公司 我是要赔偿单则的 懂 我都懂 我呲牙朝他笑得比生产队的狗还换 作为他兢兢业业的员工 癞蛤蟆吃天鹅肉这种事 是肯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只有现在我这种情况 有人能收留都已经很好了 车内的暖风让人昏沉欲睡 转眼之间就到了小区门前 有钱真好 保安看见他回来 立刻迎上 被他用眼神制止后 才没有跟上谋 门一打开 请进 随着冰冷的电子音 门被缓缓打开 一进屋就被里面的景象所惊呆 这大平层 我手指环绕了一下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这一层都是 果不其然 沈思年又一副瞧傻子的目光 俊美的脸庞缓缓缓吐出几个字 上下两层都是 极度使我面目全非 中午的时候还能大吃大喝 甚至狂妄地 在沈老板的健身器材上 坐了两组深蹲 到了晚上 就直接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病毒 对不起 怪我有眼不识泰山小看你 我扯着公鸭嗓 在屋子里喊着老板 试图让他帮我送点水 老板 沈总 宝娟 我的嗓子宝娟 果然 人还是要嗓子哑的时候 说出这句话才有那感觉 实在没人理我 我只能手机远程遥控 不一会 沈思年就站在我面前 抱歉 我还以为谁家大鹅在叫 双Q 我猛灌热水 一阵爆壳 好在他速度过快 轻抚后背帮我理气 要不我这嗓子就完了 助人为乐 好人一胎生八个 沈思年突然看我 笑得不明所以 你累不累 我不累 我疼 骨头缝都疼 免疫力和病毒在体内打架 烧了我整个脑袋都不算太灵光 我看着沈思年 白色的睡衣松垮贴在身上 隐约见还能瞟见他的腹肌 上面还挂着几滴水珠 不能再看了 不看就不礼貌了 咕咚一声 我咽下了端庄的口水 对不起 沈思年 我脑袋被烧坏了 他好像感受到了我的视线 不自然地倾壳了一下 将衣服缓缓拉紧 看我的眼神 就像卫出格的千金闺秀 遇到了流氓一般 完蛋了 我的仪式英明就这样毁于一半 我心中哀嚎 但是眼皮在上下打架 还没来得及告诉他 就像死猪一样睡过去 好大的猪蹄呀 还有叉烧包 火锅烧烤小龙虾 所有食物都在我眼前飞 可我却被大棕熊禁锢在草坪上 只看棕熊化成了老板的脸 居然不知从哪掏出一台电脑 让我加班 梦里还要加班 这也太苦了吧 我哼哼着 默然反应过来 做梦 眼前一片白光 映入眼帘的就是沈思年的大脸 等等 他上身赤裸 整个人趴在床上 懒洋洋地笑着看我 此时的我 腿压在他身上 胳膊透过被子紧抱着他 救命 我在做什么 沈思年倒是很淡定 声音徐徐传来 你还要抱我吗 我手忙脚乱地松开 反射性的下后一躲 扑了个空 差点要掉下去 我伸出手 赶快抓住他的胳膊 身体前倾 竟直接载到胸前 我活了 我又没了 那个 我实在发不出声音 用手机备忘录打着自问他 我昨天做什么了 你拽着我不让走 说病毒看见帅哥都要抖一抖 我打字的手微微颤抖 然后呢 沈思年没有再回我 眸中带笑 满脸的欲言又止 不用问 我自然知道他背后的意思 脑子烧坏的员工 抱着老板睡了一夜 这传出去 我绝对会因为 左脚先进办公室而被开除 突然感觉我的人生充满灰暗 经过这件事一闹 我更没有脸面去看沈思年了 他可倒好 不知从哪里 弄来几个彩色的按钮 按一下一个指令 我要吃饭 沈思年拿着碗筷进来 我要喝水 一杯水摆在床边 我要溜弯 等等 怎么还有这句话 我看着这个按钮 好像有什么在脑海里浮现 之前朋友家的狗 用的就是这个 我看着他幸灾乐祸的脸 心想大丈夫能屈能伸 随后恶狠狠地咬了口包子 经过沈思年的照顾下 我在第五天终于有否好转 可他却病倒了 我的厨艺并不是很好 做了点皮蛋瘦肉粥 沈思年硬是一口不动 看来只好使出杀手锏了 小飞棍来喽 汤池在口中划了个弧线 送到他嘴边 果然 他的脸色又阴沉了一些 我装作感受不到怨念的目光 直直地看着他 大有你不喝我就不走的意味 一碗粥就这么被他几口吞下 男人 欲聚还迎 沈思年喝完就睡下了 我就坐在床边守着 顺便幻想今年的年终奖 该说 不说 这张脸却实帅 难怪部门的几个女生 都被他所迷倒 一时之间鬼迷心窍 我忍不住伸出手 轻点了一下他的脸 皮肤真好啊 还这么Q弹 目光顺着他的脸上移 才发现沈思年 不知道什么时候醒过来 眼底静忧地看着我 反射性的一哆嗦 我没力气 我的天 这是什么火狼之词 大概是我的笑容太过明显 他又白了我一眼 你在我身边 有事我能随时叫你好吧 看在他这么难受的份上 我小心地蹭了过去 身上传来一阵阵热气 让我忍不住怀疑他可能被烧熟 烧不死 我厉害着呢 沈思年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手一抬把我圈进地弯里 像个熊一样挂在身上 耳边传来有力的心跳声 我只觉得脸通红 这是什么心形美男计吗 想着推开 却被他死死遣住 他是病人 烧得发昏 长这么帅也算赚了 我一遍遍告诉自己 好在他这一夜并没有其他动作 我也收起那颗老色屁的心 相安无事 我比沈思年醒来的要更早一些 这一夜他睡得和死猪一样 我每次一到床边 都会被他再次圈回来 不过好在他有些退烧了 简单做了点早饭 刚要坐下休息 就听见一阵刺耳的门铃声 刚开门 一个女人和我四目相对 雍容华贵 大气雅致 我甚至能看到 他眼底的诧异和恶然 你是哪位女人并不给我回答的机会 静止走到沙发主位后坐下 眼神示意我坐在对面 如果我预感不错的话 这个急剧攻击力长相的女人 应该就是沈思年的母亲 说吧 你要多少钱 女人翘起腿 一双美目从我身上扫过 看起来就很让人不爽 你好阿姨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一千万 女人轻吃 我紧张地咽一下口水 乖乖 有钱人都是这样的吗 阿姨 我在这是因为身体 三千万 按照狗血八点当剧情 我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说 爱情是无价的 看我愣神 女人一挥手 五千万 成交 怕他反悔 我立刻打开收款码 看着账户余额 我内心狂喜 三两下就打包好了自己的物品 路过厨房 看着那些刚做好的食物 竟鬼使神差地想到了沈思年昨夜烧红的脸 我简单阐述了一下沈思年感染流感的事情 这种事情当然不用你来担心 女人推开门 看着还在熟睡的沈思年又缓缓和尚 我会给他找来最好的大夫 话一致词 也不必过多久留 我一脸遗憾地关上大门 却转头笑出了声 五千万啊家人们 我可以彻底躺平了 自从我出来之后 沈思年再也没有联系我 向同事打听了一下 才知道他早就上班了 我趁着这次机会 提前修了年假 在外重新租了个房子 每天喝喝茶浇浇花 享受退休养老的生活 刚把快递到的海鲜放入锅里 想着晚上吃顿大餐 就听见门外有人敲门 这个房子 只有几个关系好的同事知道 难不成他下班过来了 我没多想 就去开门 没想到去看到沈思年 他许是喝酒了 空气中都含着淡淡的酒味 他神色静默地望着我 眼里也没有任何愤怒的情绪 我却莫名地有些慌 沈思年的压迫力太强 虽然他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 但还是让我感受到了紧张感 我瞟了一眼时钟 才过五分钟 度日如年原来是这个意思 横死数死都是死 我心一横 刚想说点狠话 脚却发软坐在了他旁边 老板 你是来要那五千万的吗 沈思年并未直接答话 眼睛还湿了一圈 最后将目光落在我身上 满脸写着还钱 一张借条被他放到茶几上 欠款人理之暖 债权人沈思年中间的字密密码码 看到我头脑发昏 通篇读下来只有一个信息点 原本代理 总共还六千万元 如果我一个月挣一万 需要从五百年前开始工作 好在我没有钱花完 因此只需要从三百年前工作就可以了 才三百年 说的容易 沈思年像看穿了我的想法 亲和一下 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一把将借条抽走 还有一个方法 可以让你还钱 我不解地看着他 和我结婚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头脑发婚 答应这个要求的 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偷出货口本 和他领证的 当办公人员盖章的那一刻 莫名有种尘埃落定的感觉 我们真正成为了名义上的夫妻 就在昨天 我以为要还六千万 而现在 我却成了他名义上的妻子 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起起啊 沈思年倒是没有太大的波动 把我的指纹录入到密码所内 就再次返回公司处理工作 只剩下我坐着发呆 其实结婚的理由很简单 他从小和养母对着干 他不喜欢做什么 他就偏要做什么 与其和那些没见过的商业千金连因 更不如找我这种知根知底 还贪财好色的下属结婚 有钱人的逻辑就是这么合理 就连对我的描述都如此提起 我忍不住在心里点头 简单和闺蜜抱贝了一下 消息刚发送 下一秒就接到了他的电话 我去 你这就领证了 朋友声音震天响 万一有一天 人家后悔了和你离婚 那你可就是二婚了 二婚怎么了 新生代女性为何在意这些 我暗自嘀咕 还没等说出口 就又听他问我 那江松在问我关于你的事 我就说你结婚了 但是自然 我这个冤种前男友 自从分手后就缠着我 阴魂不散 现在领证了 正好可以远离他的纠缠 我越想越开心 哼着哥准备晚饭 不一会儿门锁响起 就看见沈思年 穿着一身衬衫和西裤 简单的吃了几口饭 就准备洗漱睡觉 毕竟有名无实 我和沈思年决定 各自分房睡 眼皮上下打架 我刚要睡着 就感觉床边一线 一双温热的臂膀 将我牢牢包裹 好闻的谈目香味 充斥着鼻尖 我刚要挣扎 就听见身旁的人一句闷哼 别动 是我 不是说好井水不犯河水 他怎么过来了 我疑惑着转头 对上一双亮晶晶的眼眸 此时的沈思年 并非公司一般模样 微长的碎发散落在额头边 月光恰巧映射在他脸上 整个人显得柔和又温顺 因为刚沐浴过 眼睛湿漉漉的 泛着水气 看起来很好欺负的样子 好想揉一把 我拼命抑制自己的双手 我自知没办法坐拥美男而不乱 只好不再去看他的双眼 眼睛一闭腿一等 装死 放心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你不用害怕 声音在耳边响起 温热的气息 让我感觉有些腿软 不 你太小瞧我了 我是怕我对你做什么 沈思年像存心斗我一般 故意在我脖子后面吹气 惹得我浑身站立 恨不得转身给他扑倒 只能忍住不看他 这一夜漫长难熬 等再起来 早就没有了沈思年的踪影 走到厨房 就发现了他做的早饭 没想到沈大老板不仅年少有为 就连做饭都那么好吃 饭刚吃到一半 手机就疯狂传来消息 同事们在小群里八卦 下面还配备了一张照片 一个男人举着条符 上面写着拜金女屎乱中气 为了上位竟抛弃多年项链男友 这人怎么看得这么眼熟 我兴致勃勃地吃瓜 并将照片仔细放大 手里的面包就这么掉了下来 这不就是我那个劈腿男前任吗 来不及化妆 我起身就往公司门口跑 我们结婚的事情 其他员工并不知道 这么一闹 大家传开了 势必会对沈思年有影响 我越想越气 给了司机两倍的价格 让他全速开往公司 今天我 并要灭了他 李老远就看见公司门口 站了一群看热闹的同事 其中不罚一些我之前的死对头 还有些不认识的心面孔 完蛋了 这下真的要出名了 我向隔壁早餐摊借了个扩音器 冲着江松开始喊 骂他是劈腿男腹心汉 并将立场划分清楚 让他不要无理取闹 江松虽然长得不高 但是气势并不输 你背着我棒上大款 棒你奶奶的头 我瞄里眼周围 大家一副吃瓜的表情 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几分玩味 首先我们早就分手 他一直自命不凡 认为我配不上他 从而劈腿出轨 虽然这个时间段还没上班 但是我也不会让沈思年 见他这种人 还在想着怎么打发他 就听见一声清脆喝亮的男声 透过人群远远出来 听说你叫我 那一瞬间 周围的喧嚣离我而去 我也看不见其他人 而沈思年则越过层层人潮 站在我身侧 相视而立 这么多年 我一直是自己的靠山 可这一次 有人坚定地和我站在一边 你快把其他同事赶走 就说作为老板要求他们上班 我凑过去 小声告诉他 别的消息什么都别说 沈思年就像没听见一样 直接把我搂入怀中 我甚至都能听见周围人的抽气声 完了 办公室恋情掉马了 大款在这 你有事吗 江松哈哈大笑 宛如跳梁小丑一般指着我们 刚要说话就被沈思年堵住 你是盛世公司的 江松紧忙捂住胸牌 可为是已晚 沈思年打电话简单交代了几句 目光幽深地看向他 嘴角勾勒出一抹不嫌不淡的微笑 拉起我就往回走 不用回头都能听见他 丧心病狂的喊叫 忍不住在心里摇头 你招惹谁不好 非要得罪沈思年呢 活了二十多年 第一次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还是以沈氏集团夫人的身份 像是感觉到了什么 我猛地一回头 发现所有八卦的目光全部收起 大家尽不作声 我有这个影响力吗 皱着眉头回望 才发现沈思年那张脸 阴到不能再阴 像个千年老冰山一样扫尸着他们 难怪 不过我这也算胡家虎威吧 想到这里忍不住挺了挺腰板 自信地跟着他迈入了办公室 沈思年与我并排坐在沙发上 表情依旧没有温度 有些可怕 他不会还在想着 江松说他的话吧 我正思考怎么解释 就感觉手被人握住 掌心微微有些凉 我爸要咱们回去一趟 吃晚饭 这个消息给我扎了一愣 才刚刚领证 丑媳妇就要见公妥了 上流社会的晚宴 会不会有很多讲究 万一我出错 岂不是会给他丢人 沈思年轻笑着抓我的掌心 双手倾放在肩上 微微弯腰 声音轻柔 有种人让人放松的力量 放心 一切由我 提前下班了两个小时 我简单化了淡妆 又化了深得体的衣服 跟着沈思年来到别墅门前 门被缓缓推开 离老远就看到 沈老爷子坐在主位 养母则在一旁为他不菜 从穿戴和举止处处 透露着贵气 应该也是名门千金 难不成他是沈思年的妹妹 我疑惑地看向他 却发现他的表情 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看 两个人从钢琴诗话 谈到高定走秀 珠宝高奢通通说了个遍 其乐融融 完全忽视我的存在 一切合理又荒诞 好在饭桌上 并没有Q到我和沈思年 刚刚落快 我们就分别被叫走 临走前我看他比了个手势 有事打电话 妍妍的步子很轻 上楼的声音几乎弱不可闻 我跟在他后面 感觉身心都被美女所进化了 虽然他是我的情敌 但是美女喜欢美女 言之拯救世界 这句话成不起我 刚到卧室 妍妍就快速反锁门 又打开窗户 一屁股坐到飘窗上 比在楼下的她 简直是盼若两人 不知从哪里拿出了一根烟 她点上后长舒了一口气 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 一波操作 看我实在有些愣 这小丫头还有两幅面孔 你叫李之暖吧 她笑得开心 热情招呼 我到飘窗上 看我不过去 一副了然模样 放心 我不是来和你抢沈哥哥的 我们虽有婚约 可我喜欢的另有其人 多亏她先结婚 否则我还不知道 怎么和老爷子交代 不过你是怎么把这个老冰块 搞到手的 妍妍冲得我几没弄眼 脸上写满了八卦二字 据我所知 她这么多年都是空窗 没想到还是你厉害 直接领证 一步到位 我哑然 没想到她恋爱史这么单一 算不算是我走了狗屎院 简单交流了几句 才知她活得并不轻松 这么多年 沈府对她寄予厚望 她不仅要应付工作 还要拒绝各种商业联姻 我和妍妍交谈甚欢 没过几句就加了联系方式 门口传来沈四年敲门的声音 略微有些急躁 妍妍赶紧掐灭烟头 我起身去开门 你没事吧 沈四年端想了我一遍 眼中关切尽险 冲着妍妍点了点头 我们和家人简单告过别后 开车向家驶去 一天的应付让我筋疲力竭 在睁眼人已经躺在了床上 浴室内传来稀哩哩的水声 外面也并非回来是景象 雷雨轰鸣交加 时不时还伴随着闪电 亮光滑破夜空 竟有种心头颤动的美 我在一片暗光中 看着浴室门被打开 沈四年拿着毛巾擦头发 看到我醒来明显一正 又笑着道歉 抱歉 我吵醒你了 我摇摇头拿出吹风机 台灯下影子被拉得很长 交替重合时 竟然争夺了几分新婚夫妇的意味 电线略有些短 就在我换手的瞬间 左腿直接被绊倒 整个人不偏不倚地 倒在了沈四年的腿上 位置有些尴尬 闹了得大红脸 刚要挣扎着起身 他就把我抱起 跨坐在腿上 捧起脸就亲了一下 这是除了拥抱之外 我们第一次亲密接触 气氛以你暧昧 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天 他破天荒没去公司 自从那夜过后 沈四年就像变了个人 每次下班都会给我 带回各种花束 放在窗台上几乎摆不下 其中的C位 自然就是我最喜欢的茉莉花 茉莉愿君茉莉 他的做饭手艺还算不错 每次下厨 我都会拿着BV 装模作样的录像 现在您收看的是 沈四年的烹饪频道 我举起饮料采访他 看他宠妮又无奈的脸 顺便捏了一下腰间的软肉 逗得他非非直笑 请问沈先生 做饭这么好吃的秘诀是什么 沈四年看着我 目光让我有些不明所以 他一把将我抱起 放在橱柜上 轻咬着耳锤 惹得我一阵酥麻 因为老婆教得好 最近他胃不太好 为了能让他再多吃一点 沈四年和炎烟 他们单独见面我不意外 毕竟从前有过交集 或有一些其他事项 有沟通也是正常的 可是眼前的景象不是这样的 炎烟环抱住沈四年 脑袋靠在胸膛上 而他一动不动 也并没有要推开的样子 两人不知道说些什么 隔了几秒后 又看见沈四年从西装内 掏出一个精致小巧的盒子 光线恰巧反射在漆面上 钻戒璀璨夺目 映衬着炎烟娇俏的 笑脸 那一瞬间让我恍神 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只是觉得胃里翻腾滚动 眼眶也有些酸涩 有什么像要流出来 又被我硬生生逼了回去 我无法再继续看 把餐盒轻声放在桌面上 趁着没有其他同事发现 慌乱走出公司 这段时间的相处 给了我恋爱的错觉 也对 本来大家就是各取所需 只不过是我太贪心了而已 再回到房间 才感觉这间屋子大的可怕 之前躲避商业联姻 沈四年被迫和我结婚 这次炎炎回归 无论是身家还是外貌 一切高下历险 有今天的局面 似乎也说得通 只是我不明白 既然如此 他那天在卧室对我说的话 又只是单纯套我吗 手机传来消息通知 好饿呀暖暖 今天做的是什么菜呀 是沈四年 我简单答复了一下 并告诉他晚上早点回家 对方应允 我不是完全不讲道理的人 也相信沈四年不会骗人 这期间肯定有误会 夜色已黑 他还没回来 像被驱使一样 我鬼使神拆点开朋友圈 就看到炎炎发的照片 某些人真的很用心 绿色的草坪配上蓝白色花树 显得清新可爱 旁边的男人不知忙碌什么 并没有看镜头 可那背影我再熟悉不过 是沈四年 手机消息延迟了几分钟 恰好在此刻弹出 老婆公司开会 我晚点再回去 我不知自己怎么收拾的行李 带着那盆茉莉花 几经辗转租了个小公寓 如果我的存在 未来会阻碍他们 还不如提前退出 这样大家都光彩 在躲避沈四年的这段日子里 我上网查询过炎炎的资料 他就读于知名国外大学 获得过多个钢琴奖项 可谓是典型的白富美 无论是哪一点 都足够远超我 所以我并不嫉妒 他和沈四年 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每天我都用这句话 麻木着自己 心好像被人揉皱了 难以运平 就这么安稳度过了十日 我哼着歌 拿着生日蛋糕上楼 那张朝思暮想的脸 就这样出现在我眼前 刚想转头跑 就被他拉住 力气大的 竟然我动弹不得 这小子又偷摸举铁 我善笑着举起蛋糕 示意他一起进来吃饭 毕竟现在还是我名义上的丈夫 总让人站在门外也不太好 最主要的是 我实在跑不了 你的生日应该不是今天吧 沈四年倒是不客气 看着蛋糕皱眉 我承默 确实不是我的生日 但是每年的今天吃蛋糕 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 话锋一转 他又将枪口对准了我 你为什么不回我发的消息 因为我设着免打扰呗 沈四年突然站起身 走到我面前 倒是没把自己当万人 打开蛋糕就吃了一大口 甚至把我设成了免打扰 他怎么知道 我说我会读心术 你信不信 我震惊 完蛋了 我之前那些碎碎念 原来他都听得见 这和在大街上当众拉屎 有什么区别 就在我惊慌失措的时候 沈四年笑容扩大 说骗你的 在跟他反复确认后 我才放下心 别问我 为什么会相信这么离谱的事情 沈四年的气场 就是可以让人读心 他说的每一个字 转念一想又很生气 他现在跑来是什么意思 把我哄回去 当成一号大被胎吗 我面色诚恳地看着他 尽量针此着钩 生怕他一生气 又要回那五千万 平静地阐述了 我要离婚的这个事实 顺便祝他们百年好合 你和谁离婚 沈四年看着我 眼底涵液涌现 转瞬又变成不解 你祝我和谁 一个大渣男 揣着明白装糊涂 要不是我欠你钱 高低得给你两个二T奖 反正都要分开了 我也没有再怕的 我指着他 开始无差别攻击 将那天我看到的事情 都说了一遍 看着沈四年的脸 有白变红 有红变黑 能成功气到他 我这心情就好了一大半 就这 怎么 这还不够 沈四年不知哪来的力气 把我转入怀里 我挣扎无果 气得踩了他一脚 头顶传来一阵道吸气的声音 手上力度却丝毫未见 我和颜嫣男有身形相仿 他抱我是为了记录数据 定做一身西装 给他一个惊喜 那枚戒指 是我找人定做的 他想看一下做工和款式 为将来结婚做准备 说着就从西装口袋里 掏出戒指 趁我发愣的间隙 将钻戒套在了我的无名指出 他是你的 沈四年指了指自己 我也是 这走向不对啊 没等我反应 又弯下腰 与我四目相对 那片草坪是我租下来的 骗你开会是我的不对 只是为了给你一个惊喜 被这一连贯的消息 砸了有点发懵 但是种种的信息 好像都在告诉我 我又不用还这五千万了 其实我经常在想 自己什么都没有 沈四年为什么会喜欢我 每次我询问 他都会揪着我的鼻子 说出了一个最合理的答案 因为你足够贪财 恰好我有钱 我真的会谢 有钱人竟然如此快乐 我批颠批颠地 约着闺蜜上街 激情消费两个包 谁料刚出到百货大楼门口 就看见一道熟悉的影子 我戴上墨镜迅速转弯 拉着朋友就往楼上走 别管是不是 先溜为敬 这街也没有再逛下去的欲望 和朋友在停车场分叠 刚打开车门坐进去 冰凉的刀刃抵在脖子上 吓得我一个机灵 别动 我在心里从他家组上到孙子杯 都问候了个遍 忍不住翻起白眼问他 江松 你要干什么 身后人力度不减 因为你老子被辞职 沦为笑柄 你不得补偿一下 好女不和恶男斗 我开了一堆口头支票 只要他能放了我 马上就给他赚钱 江松明显没有那么好糊弄 让我开车到废旧工厂 还给沈思年打个电话 二十分钟内人和钱必须到 否则就撕票 不一会 他就出现在我眼前 那身西装和这栋破楼 真的是格格不入 江松一步步倒退 匕首滑得我喉咙生疼 忍不住皱眉 倒吸口冷气 他妈的 这是什么人间惨案 我现在给你转钱 你放了他 拿着钱就走 我们不会报警 汉从沈思年的额头留下 人本白皙的面部也有些泛红 眼神关切地看着我 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 我泪眼婆娑地回望他 话还没说完 子弹打到了他的腿上 江松腿一软跪倒在地 沈思年立刻冲了过来 在我愣神时将我抱住 顺时间刀尖刺到他的胳膊 一声闷横 刚要扭头去看 一双大手就扣在我的眼睛上 视线一片漆黑 暖暖 不要看 等我们从医院出来 已经是黑天了 据秘书说 江松对犯罪事实供认不会 车药是之前配的 恰巧那天发现我的背影 临时起义 就去隔壁店买了水果刀 提前到了地下车库 钻进车内等我出现 我听着秘书的汇报 瞄了一眼沈思年黑得 不能再黑的脸 我把车开得飞快 不一会就停在了门前 红着脸帮他换上睡衣 又简单收拾了一下家务 只不过 有些不太方便 我转身看着身后的人 伸出手就想把他扶到床上 你是个病人 总跟着我干嘛 沈思年看着我 眨着眼睛折指胳膊 痛 难不成刚才碰到伤口了 他眼中带笑 弯腰将头放到我肩膀上 你还在 真好 我鼻子一酸 劫后余生的感觉再次袭来 又想起他帮我挡刀 心中酸涩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老实来讲 我认为 现在只是处在热恋期 没想过他会这么做 像听见了我的新生 沈思年悠悠张口 其实 很早以前我就注意过你 我疑惑地看着他 公司年会 你cost大猩猩 他丝毫不掩饰笑意 还捶着胸口 在地上转圈跑 我脸疼了一下红了 当时只是为了搞笑 没想到他居然还有印象 别说了 我 垫着脚捂住他的嘴 却被他抓住手腕 移动到胸口前 一脸认真的看着我 我对你并不是一时起义 是早有预谋 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方式和你开口 怕你认为我潜规则 我被他的情话轰炸的迷糊 他好会 我好爱 我们等不相关的人生 就因为一场年会交叠到了一起 我做了场梦 梦里眼看着江松拿着刀过来 我却定在原地 无法逃跑 最后还是沈思年帮我摇醒 早晨的粥 不知为何有些索然无味 我看着旁边的蔬菜 不知怎么也会感觉到恶心 几乎没吃什么 全吐了出去 扶着马桶 干呕得厉害 仔细一想 好像这个月的立价也没有来 我们对视了一眼 沈思年手比反应快 拿起车钥匙 带着我就下楼 一路上绿灯畅通无阻 没多久就到了医院 面前的老大夫扫视着我们 妈撒着胡子笑道 恭喜恭喜 要为人父母咯 沈思年紧抓着我的手 嘴开心的合不拢 言语中满是兴奋 咨询了好多注意事项 但是听到那句 年轻人要保护好孩子 少做剧烈运动时 眼睛的光都要灭了 我在一旁忍不住偷笑 这一路上 车开得极其缓慢 好不容易到家 沈思年就给我制定了一个养胎计划 并将一些工作 交给了秘书和贴身助理 基本上每天都在家陪着我 而他父母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大手一挥转账 我的余额上又不知道 多了多少个零 剩下的就是我家里 可我还没有告诉他们 我结婚了 现在直接通知怀孕 我怕老两口的心脏承受不住 沈思年倒是胸有成竹 自信满满地说包在他身上 不知用了什么办法 第二天母亲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一口一个黏黏 叫得亲切 还让我好好养胎 不要想起他 我思考了一下 超能力还是很伟大的 瞧我正在发呆 沈思年一脸疑惑 将守护住我的头 缓缓让我躺在床上 预感不妙 大夫说还不可以 我温柔一点 沈思年的声音含糊不清 几个吻就让我七红八素 晚安